前几天真魂的大结局已经播出了,但是播出以后,却是让很多的真魂女孩大哭,编剧家在哪里,我们要和她谈一谈,于是小编也去看了一下电视剧版本的大结局,算是明白了这些真魂女孩为什么会这样说, 因为电视剧版本的真魂与出版的,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了,接下来这两者的不同,请请小编细细道来,首先第一点,出版的结局是大和,所有的人物虽然是经过了磨练,但是一个都没少,连一个脚胳膊断垂的都没有,普天同庆切大欢喜的多好,但是剧版的结局却是从根本上就已经变了质,是一个悲剧,虽然看上去挺好的,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, 也是一个都没少,一个都没缺胳膊断腿的,不过沈薇在最后的时候,拉回了弟弟,带着弟弟回家,这个家是哪里没有小男孩的家,怎么是家呢? 从电视剧里的情节来看,沈薇是大厦无魂之人,来自黄泉千里之下,如果驶回了那样的一个地方,即使是不死不命又还有什么盼头,而在电视剧里头,赵云兰是用灵魂点燃了震魂灯,充当了震魂灯的灯芯,据张时所说,当了灯芯是不会死的,但是会死去火来无限重复,比烈火燃烧时的痛数 要强烈一百倍一千倍,那也就和死了差不多了,然后是关于真魂灯芯这件事情,原作里面灯芯是特条楚的小郭,所以附身在赵处父亲身上的破碗,才会想尽办法将小郭弄到特条楚里面,而在电视剧里面的大结局,是由赵处充当了灯芯,那么小编也是搞不明白,既然是这样的话,附身在赵处父亲身上的张师,原作是破碗,这里改了, 还有什么必要将小郭弄到特条楚里面,总不能就是因为他做的好事夺把,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漏洞,也可以说是一个败笔,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,原作里面虽然小郭是灯芯,但是事情结束后,小郭并没有出任何的事情,还是和以前一样待在特条楚里面,而到了电视剧版这里,不光是灯芯换人了,点燃灯芯的那个人还回不来了,这是什么操作? 最后的一点,最后照处体内的灵魂是张师,这个也可以理解,毕竟这是在赵云兰去帝星之前交代张师的,交代的内容大概就是,我去拯救你们的星球了,如果我回不来了,记得帮我照顾父母,替我拯救天下苍生了,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,千万的不要过早的交代一言,如果小编还有哪些地方,没有说到,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,可为镇魂女还可以在下方纠正和改正优。